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他有时穿了事跟没穿一样 对 主要是他那个下头的裤子穿的太短 然后上面衬衫过长一下盖住了 那就显得似乎是没穿裤子 没关系 又挺 我跟你说 这个其实世界上的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差别完全在于一个度 你知道吗 比方说你长得小巧玲珑 所以你露出你的这个玉腿就可以接受 但是你看同样有一次我们收到投诉 我们有一位女嘉宾 她长得太性感了 你知道吗 太惹火了 而且她那个腿啊 又就是又丰满又长 你知道吗 她那个腿 会像是形容不出来 来来来来 你说你接着说 她那个腿啊 基本上跨在闻道的这个地方 对 就我这腿身上 她脚扭着胯那了 真好 是这么长的腿 然后她就穿了一个短裤 就短到半截屁股的 特别是主要那天我们给她找的搭档不合适 你像你看着闻道是吧 也像一个可以接受腿的那么一个可以看得惯的人 什么叫可以接受腿 那天我们找了一个是一个老教授 你知道吗 就是白发苍苍 好加上戴着个眼镜 有点看不太清 然后所有的观众就看到她一条这个大腿这么横过来 所以那那次节目是受到那个 投诉了 所以我说你看跟她的体量很有关系 对 你的这个 她可以 她可以吗 你真的不穿得起 她也不要那个一只超仙 她我很害羞 但是又婷其实也是有点干什么 鸣骚 是什么 我说鸣骚就是说 我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知道你的优点是在你的腿 所以呢你也就毫不毫不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我个子很矮小啊 所以如果我在穿长的裤子 我就觉得很小了 对对对 所以我只能用露就是露这个比例 让你觉得这个女生是比较高挑一点 然后比较有气势一些些 把这个最不为人来来一起齿的事都告诉你了 文道 你知道吗 太坦白了 太坦白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年头 包括你们这个做学问的 也真的是没有办法 就是众生喧嚣啊 你有点什么优点 你就得拼了命的吆喝 拼了命的漏 你也不 别没有人知道啊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要征婚呢 是吧 你过去你说咱调点好 咱就做 做做真就做到老了 所谓就像不怕像子 这里现在讲不通了 所以现在不但是 中国男富豪征婚就不算什么 我估计让又挺杨梅吐气的事 我们四川女富豪 也征婚 三十六 不是 三十六位女富豪 都是千万级的 你知道吗 他有个标准是吧 什么叫女富豪 千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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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多听说是自己 赚到这个千万的价钱 白手起家的 对 所以呢 是有实力的 不是靠爸爸的 然后呢 有很多条件 第一个就是在成都 你要先搬到成都住 你要移民到那 然后呢 你要会打麻将 你的排级要好 但是不能赢老婆 应该也是这样 所以估计他们怎么 真会在说大家互相先打个四圈 真的 再决定 你没听说那个什么 好像是个四川的一个大嫂 还是什么的 就是前一阵的新闻好像是吗 就是出了车祸还是怎么回事 植物人呢 植物人 然后就躺在医院呢 这个人就怎么办呢 然后家里人就在旁边啊 就摆着麻将 一直跟他说 就刺激暗示疗法 就说三缺一啊 三缺一啊 三缺一啊 说了大概有三个月 蹦一下 有一天醒了 你知道吗 强烈的 麻将 这个有意思 而且这人这次 三十六位女富豪 就还说了 说这个 弟弟们别凑热闹 就是说 年龄太小的 年龄太小的 我们还不愿意 就有时候还不是说 一定要搞那个 对 小狼狗啊 姐弟恋 你怎么 人家要找老郭 对对对 不是找男宠 你知道吗 那条件很明确 不止刚刚说的 还要看面相的 然后还要看品格 这些基本的条件 筛选完之后 你才有机会 见到女富豪 才能跟他们面谈 看演员 真的 我跟你说 说实在 我比较粗 就一般来说 男的看女的 就是看个长相 你知道吗 但是你看女的 看男的 真的有 我的天哪 要有六关 闻到 第一关 叫初筛 初筛 主要看形象气质 这是第一关 第二关 要考这个文化素质和才能 以及谈吐 聊聊 对吧 第三关 还要给你来心理测试 还要性格分析 我估计星座 属相写形什么的 都得查考一番 第四关 婚姻状况 为什么争婚呢 还问婚姻状况 第四关才 你那你重婚呢 你那你重婚呢 是不是 这事还用问吗 到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到第四关才 到这个时候 应该第零不关 就已经先 前几关过了之后 你就是有 第四关 好商量 对对对 好商量 好商量 婚姻状况 爱情观和家庭背景调查 对 高干子弟可能有点加分了 对吧 第五关 面相分析 对太扭 看面相 第六关 才到了 这才吃第一顿饭 就才 相亲晚宴 看看 真的发生接触的时候 来不来电 那前五关是谁来做评审了 应该是主办单位 他是有这个俱乐部 其实这些 这些这个女富豪啊 他们也是 好像大多数人都有过失败的婚姻 但是呢 也是 其实这个很多女富豪都胜着 你知道闻到 要不说就是你知道吗 富豪找人 很多这个这个吃男怨女啊 都在那荒着 这个世界你看就是这么样的 对 你不相信我 我不相信 我们彼此之间找不到 你知道吗 他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 我常常想 如果他是一个富豪 他要征婚 他的前提大概是说 他平常很难找到人 对吧 他为什么那么难找到人呢 是因为 会不会有一个原因 就他总觉得 所有跟他日常生活比较亲近的 也许都是 奔着他那个钱来 嗯 就自己会有这样子 对 我觉得有些富豪会有这种想法 觉得身边所有人对着他呢 都是不怀好意 别有用心 但是如果你今天 明镇言顺说 我是个富豪之后 那来的人不就更挑明吗 但是我们也 倒好了好像 是吧 听说很多美籍华人都 不远万里 日本到 不远万里 飞到成都来影证啊 你去看看照片 你知道吗 长得挺好看的 哎 你看 这就是照片 长得还挺好看的 这是其中一条件 就是说你当然成都富婆的老公 一定得是麻将啊 麻将啊 然后你看下边 你看这是他们那个婚恋网站上 就当当当当 你看挺挺不错的嘛 啊 然后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也是女富豪 这哪像女富豪啊 对啊 对吧 真是 长得不错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还列出来 找看相的 我说看面相吧 标准忘七相的男人 我看了看 比较符合文道的特点 你看 头大 头发少 哈哈哈哈 我叫他眉毛粗 眉毛粗 耳大 鼻头肉多 是吧 人中明显 腮帮子突出 哈哈哈哈 很接近了耶 文道 你要不要飞上四川 对啊 但我不会打麻将 我第二关都过不了 练一练练一练 赶快练 你到四川 你是和尚 和尚就别了解 上青城山 可是我想知道就是 如果一个男的啊 他面相好 有文化才华挺好的 受过高等教育 家庭背景挺不错 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那这种人 他也不愁找不到老婆 平常 他也不愁 说不定甚至他还 某程度上也能够成功啊 其实我还蛮要一件事 是因为我在台湾 也认识一群所谓的 你们现在所谓的富二代了 但就是一群朋友们 他们也是都是海归啊 从海外念书回来的一群男生 然后你会以为 这些男生对 就像在外面 我们想的吃得开啊 就是女生怎么不愁 对 他们常常会跟我讲 但现在每个人都是单身的 我认识到 他们就是女孩子真不愁 就是说你出去夜店啊 或是出去玩 女孩子都是黏上来 但是愁的就是那种 跟他们匹配条件 或他们心中真的想找老婆的 那种女孩子 因为这样的女孩子 不会接近你们 他会觉得你就是花花公子 或是你的背景 就是比较复杂 或你就在外面玩乐啊 所以比较正解的女孩子 反而比较少跟他们接触 而他们在外面的人际关系 就是这些 瓶水相逢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深交的 对他们来说 其实他们的宣子 反而比我想象的还要窄 就常常我听到他们 常常跟最好的朋友出去 就这么一包 可能五六个人 就每天这么五六个人 他不会扩张 那扩张太辛苦了 我想你们也是都是名人 你们的最中心的核心圈 也就这么几个人 所以反而比我们想象中的是窄太多 比我还窄可能 其实你说现在网络越弄 手机越有 找对象越难 我就觉得就说 现在就是好像你跟哪都能联系上 很容易 可是人与人越来越相隔的远 而且找到一个合适的 我都觉得太难了 你知道就是 你看你大部分时间在家宅着 对吧 你也不出去 对吧 少数几次出去之后 你知道一个人自闭 一个人自闭久了之后 有时候到邻居家串个门 你都心情激动 你知道吗 就是好长时间没出去 而且人跟人之间 就变得顾虑重重 因为诱惑太多了 而且太不可信了 而且大家都是 什么自私大暴露 马上很多事情让人分心了 现在你一个一个女的一接触 你脑子里啊 太多的杂念就 你觉不觉得 就是哎呀 他心里会想什么 他是不是个可靠的 对吧 我跟他能发展到哪一步呢 我可别犯什么错误 哎 不要把他给我挖一坑 把我给掉下去 你知道吗 全是这个心思之后啊 你说很难找 没错 尤其像刚才又听讲 现在那些名人 那些富二代什么 他们最危险 比如说他们夜店认识那些女的 什么亮魔啊 什么那些 然后晚上跟你拍张照 第二天就上网 没错 现在不是特多吗 现在富二代 还有官二代 我跟你讲 哎 待会广告回来 我跟你聊聊 就官二代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兵九远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骨骑之水 最温旧气 年份短将 与景不久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你说现在当官的 最会为自己孩子打算 这个你知道有专门搞 这个出国留学的 帮着孩子出国留学的 我跟你说一说起 这个谁谁谁的孩子 谁谁谁的孩子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 你知道吗 都在外国那个名校 呆着呢 甚至有人说 他们没准 就是中国未来的中间力量 但这样一些人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那天我有一个英国的 一个女性朋友 女性 她呢是个华人 但是呢 她在英国长大 她也是老大未婚 你看 她父母亲呢 就比较俗气 也不是说 不是俗气 很正常 比较传统 比较传统 对对对 就是老想跟女儿介绍 男朋友 把家门当户队 男朋友 有一天这女孩跟我说了 说来一帮 因为她是个外国人 她她不知道 都是她父母 托的朋友介绍来的 她父母是在 也在英国 也在英国 她父母的朋友 介绍来的 她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谁谁谁 我说 我说什么什么 她说 她的孙子 现在在我们家呢 又说 你知不知道谁谁谁 说她孙子 也在我们家呢 我说 你跟一帮孙子在一起 她就跟这帮孙子 就是说 我就怀疑 可能不见得是孙子 有可能是骗子 你知道吗 因为她里边说的 有的人 我说 太不像了 这多半是骗子 你知道吗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就来了这么一堆孙子 在他们家 就那意思 就希望她女儿 能够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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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交 男朋友 能嫁给他们 你知不知道吗 但是我就发现 英国出来的 教育出来的女孩 也是个直不能蹭 你知道吗 挺不服 然后 跟我发短信 我觉得她说的挺有意思 她说有什么了不起 我就知道 肯定她们这些大人孩子 都在跟她说 她是谁谁谁的孩子 她们家是多大的官 但她在英国大 她就不管她这么多 她们家是多少多少钱 结果你看 这女孩多有骨气 跟我发个信息说 说她有什么了不起的 她们的那个 老子的爷爷 钱再多 还不都是偷公民的钱 偷人民的钱 哎呦 我觉得 我觉得 只有英国 老外才会这么想 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为你的财 是不是不易之道 对 你要叫我女儿 我哪管这样的 高尔子弟 当然来哪来啊 对嘛 不是高尔子弟 能保证幸福吗 为什么大家现在就是 包括刚才 就是这些条件 什么 你不要说别的 连胜文要跟你求婚 你你愿意吗 那要先看来不来电 连胜文 这个你要 你不来电 你怎么一辈子呢 大家不能想十年 也不在于来不来电 也不在于 你会不会幸福 他考虑的 跟高尔子弟 或富二代 在一块的好处是 你不一定会幸福 但你多半 不会不幸福 好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老公 成天在外面 他不爱你 然后他没有办法 跟你有心灵的焦虑 你就是不幸福 没关系 你可以找人嘛 那么所谓的不幸福 我指的意思是说 比方说 你不会为房子担忧 你孩子病了 不怕他 给不起钱 进医院病死 你父母老了 你不怕没人养 然后你要是有工作 你还工作的话 你不怕这个工作上 给别的更有关系 更有背景 更硬的人给挤掉 不是 亲爱的 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 这个人呢 好人和坏人 是相对而言的 这就让我们理解 比如说 为什么贪官 我接触过不少贪官 说实话 私人交朋友 是很好的人 你明白吗 就是你感觉 是很好的人 但是他是另一个层面 另一个范畴内的话题 这正如我们说 有些个江阳大道 他跟他太太 也可以真实的相爱 你明白吗 就是说 一个高干子弟 并不是个坏人 就是说 你比如说 但是你不应 把他的条件往前提 对 你跟这帮鱼 在一块 能来电的概率 和那帮虾 在一块 能来电的概率 是一样的 对吗 对 就是一帮高干子弟 他们跟你混 中间有5%的人 会跟你来电 和一帮平民子弟 跟你混 中间有5%的人 跟你来电 这个概率是一样的 是 那你为什么认为 找了官二代 富二代 就格外不来电呢 来电的几率 还更高 我都没有排斥 说他们的背景 那同样的 我也不强调 他们的背景 所以我有一阵子 的确 但是谁也不会 不意识到 他们的背景 你知道吗 他会带来 他的一些 因为他了解 这个背景 还带来很多别的东西 就你意识不意识 也好强调不强调也好 比如说 由于他是高干子弟 所以他可能很小 就出国读书 而且念的都是名校 所以他见识比较广 如果他真的 能力不错 还在名校一路念上去 那他学问 能力各方面 都也很好 对不对 那他见多识广 家里有钱 你别管 那钱是不是人民的钱了 然后他跑去全世界 所以我们强调的应该是 他见多识广的 这个优点 也就是说 我要说 他高干子弟 这个东西 给他带来了 很多后来有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会使得他被改变 而且你知道 就是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说 这个征婚 虽然咱听着挺别扭 可是实际我觉得 征婚是很古典的 而且征婚 好像更看出 最早婚姻的本质 您现在想想 恩格斯说 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不道德的 什么罗素也说 什么没有爱情的婚姻 不就是合法卖淫 其实这些思想 是相当新锐的 恩格斯自己也是这么说 是很新的思想 因为在最早的婚姻的起源 本质上就是背景 财产 对吧 家族的势力扩张 是家族交易 对啊 是家族的势力扩张 那倒是没错 也很像我们以前比武招亲 总是要有一些 比较实际条件的本事 你才可以 讲到爱情的这一块 精神上是比较 21世纪的东西 因为爱情是随后而来的 你比如说像最近 大家很火的 老看那个电视剧 唐顿庄园 对不对 那个英国的 那个贵族的故事 那你们不就搞得很清楚吗 那男女结婚 主要是就是考虑 财产继承的问题 他家有钱赶快娶她 他家有钱赶快嫁她 都是这样 但后来也不一定 就没有爱情 那个爱情是后天培养 你回想前两代 我们的祖父母那一代 他们大半都是相亲征婚 父母定下的婚约之下结合的 那你能说他们真的 没有爱情吗 也不是啊 你比如说看我们 主父母那一代 你会发现 他们其实也有爱情 但那个爱情 跟今天的概念不一样 它是更接近于亲情的 他是在 已经结婚的 那一刹那没有爱情 但结了婚之后 逼着天天睡一宽 没错 逼着逼着 逼出感情来了 没错 但是现在我们 既然都活到21世纪 我们就不应该 回归到古典派吗 我们就应该走新瑞派 我一定是说 父母就是 好就拿我自己 我也是还没嫁 然后当然我的父母 也会难免提一提 或我自己都急 所以我有一阵子 是变成说 我要结婚 所以我赶快找一个 所谓 真的 所谓匹配的人 对 我比我妈急 但我妈突然有一天 反过来跟我讲说 主要的Ivy 你要不要想一个 相反的方法 你现在是为了结婚 去找一个对象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外面 就是雷达扫射 你有没有 你是不是应该 反过来说 你碰到了这个人以后 你才会想结婚呢 是不是应该 这个order 如果你相反的话 你就反而不会 这么的紧张 你妈咪你怎么的事 对 所以我就忽然间 有种 对啊 就是 你妈还真是不怕 你等到她 跟她一样岁数了 她觉得不会 而且她觉得 如果等到她一样的岁数 如果等到了 那就也值得 这件事情 所以她就 你干什么气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不会 香香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 如照老叫 特区老酒 Take me to a place I belong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对 又婷 整个花还没谢 但是真理已经得出来了 对 我尽量保持 我的这个盛开的状况 但是我是说 因为 我现在有一阵子 就是把那个结婚 当做一种事业在经营 就你要设定目标 例如说 你一个礼拜 一定要出去两次 就虽然爱宅在家 其实也对 这是你们本行 我就得出去两次 什么意思 女人嘛 这就婚姻家庭 凤凰是我本行 这是副业 这是副业 但是说你下班 好像就要逼自己两次 一定要跟大家 hand out一下 出去喝个东西 吃个饭 不然你真的不认识人 所以这变当事业 在一个目标 在有进程的去 或者出去认识人以后 你不能就不讲话 一定要起码认识一个男生 交换一个电话 有一阵子 我真是这样的感觉 后来我发觉 这样子你越急急盈盈 就是你知道 后来呢 后来就无欲无求 就是要告诉自己说 一个人很好 没有就算了吧 就是 那你之前那个阶段 你遇到的阶段 什么人 这样的人 你就知道 他也知道 你在急急盈盈的时候 你碰到的人 就会利用你这样的心情 对吧 我也在想 可能会想占你便宜 对吧 完全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看得出来 你的弱点在哪里 有点像结婚是吧 咱俩今晚先试一下 他就会先告诉你说 我是认真的 我就是我的脑中 有结婚的幻想 全部都骗人的 是是是 没错没错 真是 你跟那个谁一样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你要说出来 你要说谁 那个故事被骗了 还不受 太凄惨了 太凄惨了 什么女主持 我们这一家 男人不多了 哎呀 专门遇上这些业 所以我才说 到最后 是不是在佛教里面 有种说法 就是你越无欲无求 心情平静的时候 你才不会被骗 然后这个 真的人啊 比较容易出现 没有 不会这么讲的 不是吗 他很可能也不出现了 只是 只是 你接受 对 只是无所谓 其实 反过来说 如果有一天 你要真不结婚 你会很介意吗 现在我真的不介意了 对吧 你一个人过 你觉得可以吗 现在真的不介意 那就可以了 对 我赞赏 就这样 这个我赞赏 对 你跟我们 不是我们总统 你跟法国 我们法国总统 学一学 哪个 那个 法国第一夫 第一夫 是吧 我以为还是你原来 那个国母的老公 那个给选上去了 那个法国 哎 女友啊 现在 他那个 其实我跟你说 以我的标准 他就是结了婚了 他跟他那个前女友 一起生活25年 生了四个孩子 他就是他的前妻 难道非要这张纸 才算 结婚吗 对 但他们会遇到问题 因为他们如果 国家领袖了三范 别是说是中东国家 这个现在已经不出 吸烟有贯 文明 一块住了 现在现在很烦恼 可能他现在也不想一块住了 哈哈哈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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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